嘉义市美街土建活动正式在10月展开 串联16家成人街上的特色店家 活动以失误招领作为核心理念 希望民众能够在嘉义这座城市 发现时代所留下的痕迹 除了成人街上的店家以外 另外期间临近街道具有时代特色的店家 也参与了这次的活动 那我们希望就是可以透过这个活动 让我们所有人可以知道说 每街这条路上面的历史运範 就是我们想要让这个活动可以保留一些 嘉义市的历史 我觉得它有别于以往的计划 就是民众这一次只要徒步 它就可以到达这个图间上面所有的店家 因为都很近嘛 它不用再去寻找交通工具 给外地的一个图间 然后把一个小区域的店家全部收集起来 然后一个介绍像一个指南 成人街作为嘉义市历史悠久的街道 承载了许多民众和店家的回忆 过去的繁华样貌仅存于大家的回忆里 但是嘉义美街图间透过AR科技 在期间店家设置了AR旗帜 民众透过扫描QR Code 可以看见成人街的时空记忆 过去和现在的景象重叠 看见不同时空的美 成人街他以前少数嘉义市地板是除了柏油路铺面以外 他有一段是轰砖铺面 他叫美街 这一段上面也蛮多表框店 当时没有艺朗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林玉山先生 陈辰波先生他们都很常在这一带聚会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历史根源 嘉义美街图间的活动 不仅让过往的街道再次被看见 也带动了地方经济 除了本地人会来参加活动 其他游客也会前来体验 目前我们看到一些好的成效 就是会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是家庭 然后真的想要去一间一间店这样子探索 在极张的过程 他们会真的想要去了解这间店的故事 我说有差别 我都做一些外来课 都可以在这里看 这间有 他有来介绍过的 他就在这里看一看 去看一看 参观一下 有的人也会买东西 除了AR和极张活动以外 嘉义美街图间也推出了实体看物 和走独活动 希望来到这里的民众 可以一一探索美家店的故事 了解成人街道彼此之间的串联 深入探索嘉义这座 拥有丰富历史的城市 中正一报 张杰宜 郑明云 嘉义市报导